代季權正式被降職為總經理 這代表柯文哲市長 認為這件事是徹底錯誤嗎 我們來看看 日本AV女優波羅野 傑義悠悠卡引發爭議 延燒幾天後 悠悠卡公司董事長代季權 終於開口認了 這是他的點子 面對朝野壓力 台北市長柯文哲 在議會施政報告前 決議向悠悠卡公司董事會 提議讓代季權降任總經理 強調這才是愛護代季權的做法 應付媒體跟應付議員 我覺得還是錯誤連連 所以我們還是給年輕人 一個做事的機會 但是不是請這些資深前輩 那個英文叫cover 就是要看著他這樣 防止他衝在過頭 代季權的職位 將由悠卡投資控股公司董事長 林向凱轉任 而林向凱的遺缺 將由台北捷運公司董事長 賀陳旦接任 代季權被拔掉董座 低調不願多談 反正還是經過董事會 這邊來缺一了 這個詳細動畫很瞭解 這個細部的動畫 我回去之後再瞭解 董事長要我去悠遊卡 最重要是可能公共性的考量 會比較多一點 在市政報告前幾個小時 宣布代季權人事案 還是止不住藍綠議員的怒火 換湯不換藥 變為董事長項列總經理的 薪水一樣25萬 工作職務不變 還派了兩個董事長 還派了兩個董事長 兩個總經理 外帶兩個發言人 現在人一多 假霸心無盈 藍綠議員輪番痛批 以全序發言 背個柯文哲試真報告 自衛時長 自衛時長 當請回座好不好 快回座 柯文哲上任八個多月以來 風波不斷 而原本就兼任 悠遊卡公司總經理的代季權 被提議拔除董座之後 薪水是不是還會一樣 還得等到九月二十五號 董事會開會後才能定案 記者林姓陳柏玉台北報導 介紹下半場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婦女新資基金會的 秘書長林秀怡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作家馮光源 信聰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馮哥我們先撇開這些 紛紛擾擾的爭議 一個AV女優 然後其實是很紅的AV女優 至少在臺灣在日本 都是很紅的AV女優 然後臺北市政府所主導的 悠遊卡公司 拿他的照片來作為紀念 悠遊卡的封面 然後去做行銷推廣 你支持嗎 基本上我覺得 這個是OK的 就是說其實也許 你知道我相信 從女權的主義的立場來看 也許他們會認為 這個是剝削 就是說女性 就是說你為什麼一直在 你為什麼不用其他 那麼多明星 你偏偏用AV女優 偏偏偏用AV女優 對不對 也許是就是說 你用個鄧麗君也好 有人會從這樣子的觀點去看 可是我倒不太 不太從這樣的觀點 我認為 如果今天 波羅爾捷一在日本 他從事的行業是一個合法的行業 他有繳稅 那在日本 其實大家知道AV產業是一個他們非常重要的產業 就是說當一個社會對性這件事情比較不去諱言 然後當他們認為 當這裡面有女優卻有男優 對不對 那你要說你為什麼不用男優 也可以啊 你知道嗎 我們認為說像這樣子的一個產業 是你是要就是說要開始去歧視這個產業 甚至說裡面的從事的這樣子的這個行業的人員 還是就是說我們其實可以從一個比較從一個擺下一個絕對值 他就是一個行業 那這個行業裡面就是說當然這個行業到最後會扯出太多的問題 不過峰哥我先打岔 你說的是日本AV是合法的產業 他是一個產業還不只是一個行業 因為上下游有太多的這樣子一個生產線 但是在台灣性交易是非法的 在台灣的刑法還重成所謂的性交易的第三方 兩國的國情截然不同 可以這樣子移植過來嗎 沒有 其實根據社會秩序這個維護法 這個九十一還九十二之一條 他們其實已經修正就是說 例如說他們是規範各個縣市政府 可以自行規劃這個性交易區 這個是就是說在台灣 其實政府是 它是中央政府把這個燙手山芋丟掉 丟給地方縣市政府 問題是說地方縣市政府很多就不太願意去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爭議性的東西 道德這件事情 在華人世界裡在台灣 始終是一個被拿來當作一個 好像是一個教科書裡面的範本一樣 就說OK 我們要跟性這件事情 我們要有一種規範 要有一種道德 就是性可以在家裡 但是不可以拿到檯面上來談 性可以在檯面下面 所有的人包括政客一堆政客 一堆傳播一堆傳播人 今天我們來看吧 台灣那些重要的傳播人 有幾個沒有性的緋聞 都有嘛 所以這個事情如果我們今天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包括像通姦 除罪化這件事情 這麼的 這麼大看的那麼重 就是說一定要就是說 不能夠通姦除罪化 公權力就是要介入這個人的感情裡面 就是這樣子 太多跟性有關係 一個是國情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真的可以允許 臺北市政府用所有人民納稅錢 所組成的臺北悠悠卡公司 用工資源然後去行銷大眾運輸 而是透過這一種所謂的高度爭議的 AV女優來當封面嗎 這個如果是說一般商業公司 爭議反彈不會那麼大 可是他是臺北市政府 我要 當今天我們要看背後的一些 我因為我看到背後的一些理由 波羅里捷疑說 他認為這個是一個公益的活動 因為他等於是把他的照片 提供給臺北市政府 做悠悠卡的東西使用 這個是事實 那他的理由是 他今天他是要來 例如說他是要報答台灣人 在311日本地震的時候 對日本的捐輸有這麼大 他們非常感動 他並不是一個裸露的 這樣子的一個照片 他在台灣 他是一個 就是一張就是非常 就是他身分是AV女優 可是那張卡片上面 我看到那個照片就是一個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要對於他的職業 就要開始把他的職業 去聯想到很多 他的日常生活裡面 他的其他的這些 跟他職業沒有關係的事情 是不是要全部把它規範進去呢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這個網撒得太大了吧 那秀儀你的看法呢 我想這件事的看法 就是我跟馮老師的看法不一樣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常常 很多人在看這件事的時候 都會來說 不要放大檢視 波多野結義 或是放大檢視新工作者 那就一個婦女團體的立場來講 我們當然並不是要去批評 波多野結義 或者是說任何的性工作者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像當初波多野結義出來道歉 其實當時很多的人 第一個反應都是 不應該是他來道歉 今天這兩件事 不能夠切開來看 是 我們要談的是 臺北市政府跟悠遊卡公司 他從一開始 他就已經打算 要用這個所謂的 他用AV女優的形象 來做行銷策略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他是不是一個職業 或者是他是不是 應該被歧視 我覺得職業無貴賤 這件事沒有錯 但是這件事上我們不能從個人層次來談 要回來所謂的結構 是 那其實剛剛主持人有談到 就是說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對臺北市政府跟悠遊卡公司 我們覺得他們有哪裡有問題 那我今天其實做了一個手板 就我們覺得有三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他從開始 他想的就是商業行銷 甚至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代季權就已經講了 他今天想的就是 如何讓這個AV女優 一個漂漂亮的女生形象登上悠遊卡 然後讓男人來買他 然後北市府那時候說 我們要刺激男人來搭公共運輸 一開始心數不振 居心不良 對 他一開始就這樣想 那在這樣的思維裡面 你根本就沒有性別意識 那第二點其實我們要談的是說 悠遊卡公司的確他是一個特殊的 他事實上是跟我們納稅人錢有關 公股在裡頭佔到百分之四十 我們還不算說其他投資裡面有沒有公股 那如果以這樣子一個公共資源 我作為納稅人 我是不是可以要求 你在使用資源的時候 要符合公共利益 而不是我只是想要快速的行銷 甚至這個柯市長說的 我不在乎你拿什麼賣 你只要業績成長百分之百 我有盈利就可以 我想這不是一個 我們在公共政策上面 我我第一點能夠完全理解 就是你一開始為什麼挑波多野 而不是挑鄧麗君 你也不是挑美空雲雀 你其實就早就 你背後就是意識到說 你挑他會引起高度話題 高度所謂的關注 所以在行銷上是有幫助 所以第一點我完全能夠理解 但是挑波多野結衣 作為悠遊卡 紀念卡的封面 為何你會認為傷害到公共利益 這跟公共利益的關係是什麼 他不是還很好的一個行銷 一下子一個晚上全賣光 應該說如果就行銷 單從商業行銷 他看的當然是你賣得好不好 可是今天這個悠遊卡 事實上他在台北市 不只是一張卡片 它是我們的公眾運輸的 交通工具的來源 另外一個部分也是說 當你有這麼大的工股在裡頭的時候 你想要給人家行銷 一個什麼台北形象 其實剛剛大家也會談到說 為什麼我們要針對 AV這件事來討論 我想我們不是針對波多野結衣 但是我們要談一件事就是AV產業 事實上過去在婦女團體 我們在談所謂的性產業 在談這個所謂的AV色情裡面 我們談的是裡面有很多在致傷害女性的 或是像比如說 女人說布其實是藥的 強暴民私 其實都在這樣的一個商業影片裡面 電車吃汗 對 當你使用這個這樣的一個銷像的時候 甚至你一開始就是打算用AV 你就是要結合那個形象的時候 那你就必須要去面對這樣的質疑 這到底有什麼公共利益 如果你是想要行銷台北 那台北有很多新的文創產業 或是有其他台北低標或等等 是不是可以用來行銷 而不見得要用一個所謂的這個AV代言的悠遊卡 OK OK 第三點 問題為什麼是在性別歧視 其實這個部分我覺得要特別的說明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可是他也沒有裸露 他沒有露三點 然後甚至我記得那時候 第一時間優卡公司就出來說 那張照片很清新唯美 可是其實對副團來說 我們在意的不是有沒有露點 是不是妨礙風化 我們今天談的就是我剛剛說的 那個性產業它背後的這些性別歧視 它事實上 當你用這個作為宣傳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在傳達這個觀點 因為你沒有做任何的批判 那我們這次覺得很遺憾是 其實台北市有一個性別平等處 那這在全國來說 算是率先有這樣的一個處 那我們就覺得說 那既然台北有性別平等處 可能在性別意識上 會比其他縣市來的進步 結果沒想到台北 台北市的性別平等處 他們也跳出來 用一個所謂沒有妨礙風化的觀點 就第三點 反而這一點也是 馮光源在質疑 這些批評的婦女團體就是說 光看那樣子的照片 其實是很OK的 所以為什麼不能就只看照片 來談照片的合適性與否 而必須從一張照片扣連到背後 他的職業 這會不會是反而對於AV產業 對AV女優的一種性別歧視 反而在批評別人性別歧視 自己才是另外一種性別歧視 好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一個迷思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在談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單挑 就是他跟AV產業來談 切不斷 對 如果說今天就算是我們光談所謂的性產業 其實性產業有非常的多 剛剛其實在講 如果性產業是一個職業的話 它裡頭還是有所謂的剝削問題 我覺得在這個所謂包裝的精美的 看起來清純可人這樣子的一個形象裡頭 其實沒有這樣的一個討論 其實在後來的公眾討論裡面 我們也沒有看到大家對於這個性產業有很多的批判 那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剛剛就是馮老師有談到 目前在大法官釋憲之後 的確我們是倉嫖皆不罰 對 那各縣市 不是這樣解釋 就是說罰倉不罰嫖 這個是違憲的 因此所有內政部的解釋是 倉嫖都應該要罰 他的說法是你不能不平等 對對對 那所以現在就變成是 那是不是各縣市有一個 成立個專區 除非有專區 對 專區內不罰 那專區外都罰 這個是我們現在做的一個解釋 是 可是事實上 像以臺北市 如果你說臺北市關心性產業的話 基本上我們也沒有看到臺北市 針對工廠議題的後續 去做其他的公共討論 那我覺得他是選擇性的 你又要使用這個話題 但是你又不面對 也不帶領大家做公共討論 如果臺北市政府 如果柯P 如果代季權 真的是認為AV產業跟其他的職業 是一模一樣的話 他應該就要針對現在在臺灣 特別在臺北市的性工作者 所遭遇到的不平等的待遇跟處境 他去解決這件事情 他去談所謂的通姦儲罪的這個問題 而不是所有都不談 你就只拿一張照片 要來賣悠遊卡 我們來看看這張悠遊卡 為什麼會引起臺灣兩極化的爭議 而這件事情在性別平等 以及被批評所謂的假道學這件事 對我們來講得到什麼樣的啟示 日本AV女優波多野結衣代言悠遊卡 引發婦女團體痛批 悠遊卡公司消費女性 要求停止發行波多野結衣悠遊卡 將女性視為性物 然後將女性視為可侵犯的色情內容 我們所反對的是這樣的一個色情的內容 還有婦女團體不滿 悠遊卡公司是公營事業 卻利用販賣性想像行銷 刺激消費 再以公益名義販賣 讓人無法接受 儘管波多野結衣悠遊卡引發批評 但9月1號一開賣 短短4個多小時就銷售一空 4點18分授慶 律師呂秋元在臉書上發文指出 一張悠遊卡迎滅照妖境 照出了這個社會的衛善 對於悠遊卡公司找AV女優代言的爭議 呂秋元先前也提到 AV行業在日本是合法的 台灣絕大部分男性沒付過版權費 這些人卻滿足了 他們一個人的性體驗 呂秋元更質疑 為什麼AV女優不能登打牙之堂 波峰哥我們也一起來看看 包括婦女團體講的是不是 你還是認為是沒道理 我們來看看 現在婦女基金會的主任 他說當初挑的時候 就是因為波多野節藝能 拍出清新照片嗎 還是因為他是AV界的女性 紅星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答案就是後面那一個 那悠遊卡公司 不僅是全然在消費女性的身體 更是提倡錯誤的性別觀念 臺北市議員簡書培 他說利用男性對女體偷窺欲 來行銷悠遊卡 這是把女性當成可侵犯的色情 內容是對婦女的歧視 這部分或許我得補充一下 婦女新知在八月三十一號的一個聲明 也談到說 其實如果說裡面像是電車吃汗 難道你要認同這樣的一個行為嗎 難道你要一直鼓勵 那種幾十年前 然後那種錯誤的男性殺人說 女性說不 也許就是要那種曖昧錯誤的觀念嗎 就是難道你是在提倡這種觀念嗎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一張手版 除了減蘇培之外 也有其他的人談到 像是苗伯亞 泰坦說波多野節藝 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那些所謂把色情片演員當成東西 而不是把他當成人來看待的這些人 他現在批評的也是台北悠遊卡公司 我想問的是真的沒問題嗎 情慾這個東西 他分非常多的這種不同的層次東西 那有些人看情慾 他就算去看這個巴黎最後一次探戈 像這樣子電影 他看到的是情慾 有些人看到的是藝術 對不對 有人去看Paris Texas 像這種電影 你知道他看到的是情慾 可是我們會覺得 Win Wander這部電影 不過你怎麼看電車刺漢都不會是藝術 對 可是問題是說 當我們今天來看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的聯想是可以有多方面的 有些人是往這方面去聯想 我們沒有辦法制止 那這一件事情 其實我突然想到金酒公司 是不是算是一個供應公司 金酒公司也曾經用這個AV女優來代言 從來沒有人去批評 你知道 因為什麼 因為金酒公司基本上 它的主旗試者並不是一個 就是說大家覺得說 哇 這是一個標靶 我們來開始攻擊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透露出來的 有太多的這個所謂的這個issues 那個裡面有太多的題目是可以談的 我其實很高興說 我們今天還能夠在這一邊 心平氣和的來談 包括像你知道 就是說包括像這個 這個 像這些比較從 這兩性平權的觀點 去談女人的身體 是不是被消費這件事情 我們也可以來談 例如說性 這個這件 就是說是屬於人的本性 我們是要去壓抑它 還是要去疏導它 其實你看 在歐洲 例如說在德國 在荷蘭 在很多國家 他性的這個整個的 你知道 他的性產業區 他就是 他就是很自然的在很多地方 那在那地方 那那些國家 他們會因為有性產業區 他們會覺得說 是在剝削女人嗎 其實也有難的 對不對 所以也有同志 而且反正犯罪力 什麼都有 對 就是說 當你今天 你去管理他 你去疏導他 而不是一味的去壓抑他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就像你剛剛講的 剝削的東西 也許你知道 因為當你是在地底下的時候 地下的時候 越Undertable 越容易剝削 對 它是越容易會有 會有這種犯罪的東西 或等一下我再請教冯哥這些問題 然後也歡迎觀眾朋友 打電話進來一起談 台南的何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會說那個 沒有以前 台灣人沒有去台北 都有一些人想 賺銀衝 結果回來 都在電郵裡面 電說 你看我的負責人 賺銀衝 你都沒有 這也可以電喔 對 有人在電這個 以前啦 其實我要說的是 公正一個題目 是說股市那 我說我們 你沒有對股市 我一個例子就是 苗里館長 沒有一件雙巨 有人提議說 只要去投票 不管在島上 出來就僅了五百 結果廟裡廣播到破散 結果藍利的民意代表 都沒有人破散 所以其實 就像 剛才這個 其實我覺得很多 民意代表 他們在做台 都是為了他們個人的名獲利 我是說看 在當時 能出一個 為了自己的名獲利 為了家人做事 感謝 台北林小姐你好 陳竹成好 在座來賓好 各位好久不見 是 那個對於這件事情 雖然已經幾乎過了快一個月 但是我講一下 這件事情 當我第一時間 在新聞媒體上面看到說 我們的台北市 的悠遊卡 就每天上下班通勤 都要用悠遊卡上面 用的是一個 AV女優 來做一個代表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時間 我最生氣的 並不是說 我們都沒有 我身為女性 我也是台北市民 我們絕對沒有把這個怒氣 是發洩在所謂的這個 AV女優波度也結一的身上 而是對於整個行政流程 對於柯文哲市長 你在競選的過程當中 你是一向標榜公民的精神 也就是公開透明 你的行政流程是公開透明 好那講到偽善這件事情 那我想要提一下 當這個優遊卡的董市長 這位代季權 他派他的發言人出來講說 這位女性呢 他雖然是AV女優 但是他的拍得很清新唯美健康 我請問 如果說AV女優事實上 他就是幫男性做一個 性壓力的疏解 那請問 我覺得啦 真正的健康應該是 我們台灣從小到大的性教育 應該要很落實 這才叫健康吧 那另外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非常的 我非常的不贊成就是說 柯文哲市長 你整個過程 包括優遊卡董市長 代季權 你這整件事情根本就說謊 你第一時間有很多 你其實是下業配給很多新聞台 這些我都有查證過 包括三立新聞台 謝謝林小姐 不過真的不好意思 時間其實真的是 已經快結束 永和張先生 你好 我有一個意見 就剛才那個主持人 有談到說 可能這件事情 跟公共利益沒有關係 那我用一個觀點來看 請問大家有沒有鈔票 那請問鈔票上面那個是誰 那個有人說是殺人魔 有人說是民主的 救星 那這個又是跟公共利益有什麼關係 那你不是每天都在用 那個優遊卡也等於像一個錢的意思 一樣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這個東西 比如說AB你又不能上去 那為什麼這個殺人魔 能夠上你們的鈔票 那這個鈔票有人問過我 說他可以上那個鈔票嗎 那為什麼要問你們說 為什麼優遊卡AB你又不能上那個鈔票 那要怎麼解釋 好 瞭解張先生 不過秘書長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其實還是很多人認為說 其實這件事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包括律師呂秋仁說 網友支持不見得是波多野 而是對於偽善的一種批評 今天還可以裸勇 一天到晚再露事業線 人魚線什麼線都可以露 可是為什麼這些不被批判 而所謂的波多野街 要被罵成這個樣子 樂團考秋情說 這真的很假掰 AB不偷不搶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子 然後遊戲實況主的傑哥 他說小孩子不會因為這樣子而不乖 不要再牽扯到小孩子 跟小孩子真的也沒那麼大的關係 我想問的是這件事情 到底對於我們的性別平等 不管是在教育在推動在未來的發展 會有很負面的影響 其實我覺得這個 就我們剛剛有在講 我們不是針對去檢視 誰可以上悠悠卡封面 這個人 我們其實在談的是說 他代表的那個價值 或是他傳達的形象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會問說 那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媒材 我們就不知道怎麼教小孩 事實上現在相關的媒材 非常非常的多 我相信不是只有悠悠卡 我們很多在網路上 就可以找到的資訊 那包括其實我們在談性教育 我都會覺得性教育要教 而且要很早就教 可能也不只是在這件事上教 那我換個從馮哥的那個邏輯來看 我們好好把這個拿到檯面上來談 對 會不會反而是讓我們的性別平等更進一步 對 其實我想要回應一下 就是說因為剛剛其實有談到女性情欲 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是 我們也鼓勵要好好的正視女性情欲 可是要回來就是那個A片 他裡頭的情欲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欲 裡頭的女人 他其實是很壓抑的 然後甚至他是不敢要出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說他不是在肯定女性的情欲 甚至裡頭很少有這個女性形象 他是主動去出來說 我是想要的 然後我要求我的這個另外一個 那現在也有給女生看的A片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是 博多瑞傑一的那個A片 那另外一個是說 其實我覺得就像我們一直在談 所謂性騷擾性侵害 我們一直在想要打破那個 女人半推半救 事實上並不是半推半救 可是如果這樣子一個形象 你在這一波你說 他是一個好的性教育教材 可是你不挑戰這件事情 那我們到底要給下一代 什麼樣的性教育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在這件事上必須要去談的 而不是只說 那他也沒有漏 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不過馮哥 這件事情不見得 也許對很多人來講 不見得有那麼大的傷害 但是的確沒有進步 我就說台北市政府做這個動作 真的不會讓性別有進步 所以我覺得 其實像剛剛第二位 那位女性觀眾她講得真好 這個是一個流程的 行政面的這個舒適的東西 這是一個性教育的事情 那其實秀儀你剛剛講的 像A片裡面的一些東西 那我必須跟你講 我們看A片絕對比你多 所以絕對不只是這樣子 A片很多東西 A片對我們這些 你知道這些無聊男子來講 看A片真的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嗨 不用演戲 你到底跑來幹什麼 你這樣我以後 什麼都不會跟你講 學長 學妹 很抱歉我沒叫讓你失望了 自信的最佳 謝謝 我們要能放啊 謝謝 謝謝 想做你的 乖 一月望萬歲三 鳳丸暑假回來囉 露燕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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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